我先出去 他多厲害, 你聰明一點 如果你一放鬆, 他就踩上你了 聽聞二叔想借新加坡酒店的賭場項目 再向銀行借貸 我知道二叔這樣做 是想盡快幫公司解決到財政問題 但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爺爺一向都不贊成 休市攝足賭業 我是怕爺爺他會不喜歡 這個你不用擔心 爺爺一向都明白事理 知道我們的優勢面對財政壓力 他應該不會反對 就算真的過爺爺那關 或者銀行肯借錢給我們 但長遠來算, 還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以債還債, 豈不是賺雪球越滾越大? 這方面我當然知道 但我現在覺得 賭場的提案是一個最好解決的辦法 其實我也想了一個風險比較低的辦法 就是把新加坡酒店的其中一棟 改為Surfers Apartment出售 浩兒, 你在公司裡面 只是負責商場的管理 但是, 集團的事務呢, 我有分數了 不, 集團的事務呢? 不, 集團的事務呢? 沒錯, 上個月尾 那就是說是你先答應的 那為什麼不租給別人呢? 但我們已經續了約了 如果要毀約的話 我們要賠錢的 那這個是你要解決的問題 再說說 Brian, 他是我們公司的CEO 他的承諾就是我們集團的承諾 所以所有決定應該以他為盡 我去處理 Brian, 我先出去 看見他的樣子滲涼了 你要我幫你幾次, 明明 這麼簡單的事, 你就搞不定了 Daddy, 你有眼睛看 他又這樣又那樣, 這麼多藉口 Brian, 你要記住 你是邱家唯一的藍丁 阿姨, 優勢集團未來的繼承人 你以後有什麼 柯打下去叫你搞就行了 不用這麼多廢話 包括你的唐姐姐 浩兒, 他多厲害 你聰明一點 如果你一放鬆, 他就踩上你了 知道了, 爸爸 阿姨, 我以後要小心一點 快走一點, 老爺就回來了 快點吧 大家今天要留心 大家今天要留心 待會我們會給一個驚喜的 家庭派對老爺 所有事都一定要妥妥蕩蕩蕩 絕對不可以負責 知道嗎? 是, 大小奶 好, 去工作吧 二小奶, 小小奶 大嫂, 這麼粗重的功夫 要不要自己親力親為 沒所謂 我這些天生牢牢的命 哪只有二嫂和細嫂你們 忍尊處丟才行 怎麼這麼少層次, 這麼單調 不是說要給一個驚喜老爺嗎? 蓉姨, 趕快進去 拿老爺最喜歡的幾盆蘭花 點住一下 是 快點 都是以嫂你想得周到 以後都要跟你好好學習一下 對了, 既然要給一個驚喜老爺 不如今晚我們帶上奶奶送一條 家傳翡翠頸鏈 哄老爺開心 好啊, 老爺見到一定很高興 什麼是家傳翡翠頸鏈? 奶奶我現在是做翡翠生意的 奶奶還在生的時候 我們每個休家媳婦入門 她都送一套翡翠首飾給我們 對了, 我不記得你進休家門的時候 奶奶已經過世了 不過大伯, 我問浩兒的媽媽 拿回翡翠頸鏈給你嗎? 唉呀, 不過又是 那條頸鏈是奶奶親手送給我們的 這樣就很難讓前妻拿回的 是呀 嗨